我们当然希望 印度方面能够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不要再发生类似这样的事件 从而能够通过双方的努力 使中印关系 能够保持一个健康和稳定的发展势头 我认为这不仅仅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同时也是国际社会 特别是周边各国的一个普遍的期待 谢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中朝时邻国有了传统的友好 这当然也是个事实 但同时朝鲜的行为违背了联合国案领会的决议 中国作为案领会的长安理事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为了维护国际核不扩散的机制 为了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当然也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也就是表明我们的反对的态度 所以这也不存在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 那么中方将会继续本着一个客观和公正的立场 那么继续通过联合国的框架 来发挥我们的经济和建设的作用 刚才我们谈到人们的交流 已经成为金砖合作第三个重要 感谢观看